行政长官,香港在黑暴期间深受假新闻和假讯息所害 新屋岭831这些假消息直接导致仇警,煽动暴乱 明明没有死人,但到今天竟然有人相信有 过去一年至今日,虚假讯息也影响到香港的抗疫工作 政府呼吁市民做检测,有人铺天盖地宣传说基因送终 用作追踪接触者的安心出行就被抹黑说要来跟踪监视市民 政府鼓励市民打疫苗就有个人或者组织 针对疫苗作出一些误导和不实的言论抹黑疫苗 导致有市民抗拒接种 行政长官,你就处理起底行为武器化已经开始了工作 而虚假讯息其实每一天都在影响政府的施政和社会的稳定 其实对完善选举制度的工作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想问政府会何时立法打击虚假讯息方向是怎样呢 行政长官 多谢郭议员 如果我刚才说议会的乱象各位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想特区政府就是假新闻的最大的受害者 正如郭议员列举了 我们过去这两年每一件的工作其实都是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说的话很快就被扭曲被抹黑 所以我是很认真处理这件事的 在2月4日的行政长官大文会 我就公布了有几方面的立法的工作是要优先处理 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一系列这些信息的发放 起底、私隐的被损害 但是相对于在这个范畴里面 现在我们会优先或者起码我们做好了一定的工作可以做 就是有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修订 因为这个在本会其实在事务委员会讨论过 私隐专员也是非常支持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会争取在本立法年度 我们会提交那个条例草案 至于有关假新闻或者在网上散播仇恨 业劉议员是很关心的 散播一些仇恨的信息 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在做研究 看看外国的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 事实上近年外国的政府 包括一些所谓西方的民主社会 它都要处理这件事 如果不是它也很难管治 有些的处理方法是集中在选举的过程 有些处理方法是广泛性的 是日常它都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做这个研究的工作 但是恐怕这个工作未必能够赶紧 在本立法年度可以有法案的提交 但是国家议员你可以放心 这个工作我们一定会持续来做 郭匹凡议员 其实行政长官 其实现在我见到政府 每天就着这些假新闻假消息 每个政府部门都疲于不明 每天都在这儿去处理 其实就消耗了很多香港的时间 也都消耗了很多官员的时间 去做解决民生和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紧逼的问题 行政长官你会不会承诺 在你任内可以完成到这个打击 这个假讯息和假新闻的立法工作呢 行政长官 政府的工作当然是会按部就班做 我们做完了研究 我们就要决定是否用立法的方法来做 接着要草耳法案然后交给立法会 都不少步骤的 我可以答应我会亲自关心这个课题 来对督促有关的政策局来跟进 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们最新的消息 麻烦大家分享留言赞好订阅 我们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谢大家多谢你